這張會頭差不多有多少? 這張喔?這張差不多有四千多年 四千多年喔? 對,四千多年 以前怎麼沒用發援就對了? 以前因為以前都被保留去 保留? 因為對外都沒有公開啦 沒有,真的沒有對外公開啊? 對,從來沒有別人發現過 這樣這次我們就要大聲把它發下去了 新地標出現了? 對啊 哇! 哇!真的是太大了 難以置信的新地標已經出現了 哇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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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咧 喔! 這怎麼不可以呢? 喂! 無法用畫面和言語完全表達出來的狀態 站在千年老樹前面 只能覺得渺小 它是一顆紅塊 推算樹林有四千八百多米 寬二十二點五公尺 樹高四十公尺 比原本阿里山神木還要老上一千歲 樹圍還要大上二十六公尺 據說它會被發現是由於賀伯颱風雷電擊中附近的樹木 眾人為了救火才發現它 而幾天前 又由於山壁的土石崩落 將公路旁集出個缺口 正好更方便看到它 這是天意 是信還是不信呢? 哇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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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是倒三二八了 後面還有一大圈 哇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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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里山的新地標大神木出現了 沉睡的千年現在被喚醒 手摸著它 彷彿可以感受到熱度 發現它 希望大家都愛惜它 畢竟一棵樹能夠跟中國歷史一起成長 是非常不容易 而且還繼續展現千年的旺盛生命力 阿里山神木已經到了 總有一天會腐朽散盡 而這棵四千多年的新神木 是嘉義的戰地驚醒 也是台灣人新世紀的新希望 它有多大你知道嗎? 它有多老你知道嗎? 我找到了 哈哈哈哈